我们将引导您在Dexter洗衣机上做价格的设定。 Dexter Laundry建议所有服务和故障排除,由合格维修人员来完成。 现场电源存在于每一部Dexter机器,在了解和解决机器问题过程中保持高度警觉。 Dexter建议在尝试服务之前,切断洗衣机和干衣机电源,警告,如果不遵守这些说明,将导致死亡、火灾或触电。 所需工具是平头和十字螺丝刀,Dexter 6-3-2-4维修钥匙。 首先使用十字螺丝刀,松除灶盒上的四个螺丝。 用Dexter维修钥匙,打开顶部面板。 用螺丝刀敲开,卸下,放置一边。 价格设定有七个程序。 首先掀开透明塑料片。 在靠近主控的顶部中间位置,找到白色或灰色设定键。 按压设定键,进入程序设定。 按下设定键,显示屏将交替闪烁字母2和右侧硬币值。 一元是标准面值,对一般安装此面值保持不变。 按一下绿色启动键,确切面值。 再按绿色启动键,便进入第二程序。 在第二程序,显示屏将交替闪烁,字母L和左侧硬币值。 2毛5是标准面值,对一般安装此面值保持不变。 按一下绿色启动键,确切面值。 再按一下绿色启动键,将进入下一个程序。 在第三程序,我们将设定价格。 显示屏将交替闪烁字母P,同时显示设定价格。 用温水键调高价格,用热水键调低价格。 当显示需要的价格,按绿色启动键一次以储存新价格。 如果价格设定是最后步骤,按压冷水键5秒钟,退出程序设定。 洗衣机可以操作启动,但是如果还想继续做温热水和加洗的价格设定, 按一下绿色启动键,将进入到下一个程序。 有三种额外的价格编程可以在程序第四、第五、第六进行设定。 Dexter洗衣机可以设定较高的价格, 例如温水键、热水键、或者是延长三分钟的加洗。 在第四程序,显示屏将交替闪烁CHP,同时显示温水的价格。 此价格将附加在第三程序中我们设定的标准冷水价格。 用温水键调高价格,热水键调低价格。 当显示到需要的价格,按绿色启动键一次,以储存新价格,将进入下个程序。 在第五程序,显示屏将交替闪烁,字母HP同时显示热水的价格。 此价格将附加在第三程序我们设定的标准冷水价格。 用温水键调高价格,热水键调低价格。 当显示到需要的价格,按绿色启动键一次,以储存新价格,将进入下个程序。 第六程序可以设定加洗的价格。 加洗将延长三分钟的洗衣时间。 显示屏将交替闪烁,字母PCP同时显示加洗的价格。 用温水键调高价格。 热水键调低价格。 按绿色启动键一次,以储存新价格。 设定的最后一个程序是设定价格中的小数点。 显示屏将交替闪烁,DP,同时显示小数点的保留。 按压热水键,可以取消小数点。 当显示到需要的价格,按绿色启动键,以储存新价格。 按压冷水键5秒钟,完成并退出程序设定。 使用Dexter 6-3-2-4维修钥匙,装回顶部面板,拧紧罩盒螺丝。 开始操作洗衣机。 请设计签计签计问。 设计签计那时,前面开,按谁。 设计旅行动员。 进入键4-4维修钥匙,炭水键5-7串积的僅前面。 您设设定。